有關這個陽門科陷入天坑案的風暴 目前看起來40面掌握了多少 來 川哥 根據這個媒體的報導 他幾個關鍵的課題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說他在選舉的時候 去租了一個建商的地 當作金錢總部 那那個是一個原來的招待 就是這個接待中心 這個在選舉非常常見 就是說那個接待中心都看起來很寬敞 所以他當金錢總部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你去借了這個你就去申報 你可以請建商提供這個 然後你去申報 這個也都沒有問題 就只要在政治獻金的限制之下 可是陽門科這個案子 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陽門科在申報的時候 申報了租金 就這一筆錢還是有申報租金 結果申報租金的金額 後來這個建商用同樣的金額 又回捐給這一個陽門科 就是說做了一個賬 做了一個賬 至於這裡頭有沒有金錢的金流 那也許有做出金錢的金流 可是這個就很明顯就是 那陽門科最後就是沒有付錢 去使用的這一個總部 這第一個 第二個檢調當天早上六七點 去搜索官邸跟辦公室的時候 收到兩個特別的東西 就陽門科家裡收出了52萬的台幣 當公務員像我們當局長 如果家裡忽然間出現了50幾萬 你無從解釋的 因為當這個他當縣長 比如說我當局長 我們每個月的薪水 像虞將軍當軍人也是 薪水直接進戶頭 那如果陽門科的這個太太 或者是陽門科的什麼小孩 也沒有在做生意 那家裡也不會有50幾萬的現金 那你說那50幾萬是留在家裡 家用的 那你50幾萬怎麼領出來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陽門科要陷入的困境 說你沒事家裡放52萬 而且因為你當縣長 你也不能兼差 比如說你當一個什麼立法委 然後你來這裡領個通告費 多少錢領了幾次 所以你有這些錢 那這合理 可是你當縣長 你每一筆錢都是進你的戶頭 除非你有領了這50幾萬出來 所以這個他還沒辦法解釋 那在他辦公室也收出了這個禮券 那禮券要嘛就你買 要嘛就人家送 那人家送你當然是說 這我小孩送我了 我朋友送我 那當然也可以 可是如果這些禮券 在別的官員身上也有這些禮券 假設說 我的禮券是編號1號到50號的 那將軍是我的同事 在將軍那裡也收到51號到60號的 那你就沒辦法解釋了 如果是朋友送的 這個長官送的 或者是這一個你的家人送的 那這個都沒有問題 那現在顯然 陽文科在這一方面的解釋 並沒有辦法讓檢方或是檢調人員接受 所以他當年才會50幾萬交吧 那因為第二課題就是說 因為他在這個天坑案要復工嘛 就是這家建設公司因為弄了天坑 那先生我說那你停工 那停工他就申請復工 申請復工的時候就公文簽上來嘛 公文簽上來 從第一個承辦的同仁開始簽 簽到了這一個處長之後 處長就覺醒了 照道理來說這是社會矚目案件 而且新竹縣的局處跟直轄市不一樣 新竹縣的所有的公文 處長是很少覺醒都是到縣長 因為他不是一個機關 比如像我們在六都當局長 我們那個公文不用經過市長 就局長就覺醒 我們就是在最高層的覺醒 因為我們的局是自己一個機關 那他們這種新竹縣的處 上面是縣長 所以他這個公文要下面決 一定是上面同意 那照道理來說我判斷會是這樣 就是這一個處長 收到這一個下面簽上要復工 他一定有去問縣長 縣長這個要不要讓他復工 那縣長不管做了什麼指示 反正縣長也沒蓋到廠 就這個處長說可 那就出去了 所以從頭到尾 這個楊文科縣長 副縣長 秘書長 都沒有人蓋到廠 就讓處長蓋 所以楊文科這件案子 就是處長覺醒 我不知道 要復工我不知道 各位你可以想想看 這麼大的天坑案要復工 新竹縣長說他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不可能嘛 很多長官是看完以後 用便條紙寫說你絕 不要拿來給我 最後一個張你蓋 但是我貼了一個便條紙 很多公務員都會保命的 回來先印便條紙再說 把便條紙跟公文一起印 然後便條紙拿掉 下次要出事的時候 他說我當時有印 是長官貼了一個便條紙嗎 那現在楊文科否認 可是為什麼這事情又會被爆出來 楊文科雖然否認 可是下面經過這麼多公務員 這麼多公務員 難道只有處長去跟縣長報告嗎 搞不好科長也有一起去啊 搞不好開過會議啊 然後縣長做完財事啊 那個財事沒有會議記 這個都有可能 所以現在楊文科陷到這裡頭去 錢算不多喔 他現在就是這個經銜總部 八十幾萬就是政治現金法 或者是他現在如果被導到 是貪污這一種 那第二種就是這一個 天坑案的這個復工 惡成覺醒 這個在程序上 如果跟剛剛那個八十幾萬 扣在一起 跟家裡的五十二萬現金扣在一起 跟禮券扣在一起 那就慘了 如果這幾個都是獨立的事件 其實楊文科在形勢上 看起來不會有多大的問題 就是財產申報不實 這個政治現金申報不實嘛 那這個五十二萬財產來源不明 他如果能夠講這五十二怎麼來的 這個禮券是誰送的 然後那個公文是二乘覺醒 他當然全部可以脫身 可是如果檢調單位 把這幾個連成一件事 哇 那楊文科事情就打掉了 好 所以新竹線 楊文科在涉及這個竹北 在天荷案當中 當檢調徵訊之後 他是以五十萬元交保之後呢 其實我們看到 檢調懷疑他涉及的圖利 除了一方面現在掌握 剛剛特別提到 就是建商的員工 他的手機通聯記錄 提到說現場好像有搞定了 有通聯記錄 也查出楊文科在前年 競選連任的總部呢 全身就是這家建設建案 封益建案的豪華接待中心 不過因為付給了封益的 87萬元的租金 他不久之後 全數又用成政治獻金的名義 來回捐了 等於競選總部 形同變成好像是免費一樣 來 因為也看到新竹地選主 同步也是偵辦的竹北 就是封益520這個建案 工地的一個天荷案 懷疑新竹縣政府的公務人員 集體可能涉及到貪污 而且呢也收押了 剛剛特別提到 收押了包括了公務處的處長 江良淵還有建商封益建設旗下的 一個宋恩營造的一個副總 等於說這個案子如果如土 包括了新竹調查站跟北極站 繽紛多路在搜索的縣長 楊文科辦公室跟官邸之後呢 現在蘇伊違反這個貪污治罪條例 將他50萬元交保 呈現的事實面當中 來宇將軍看到了什麼 我先要這樣講 大家可能認為說 交保就表示他是清白 其實不是 交保是表示 檢調已經非常充分的掌握到你 第一個你不會逃亡 你是縣長逃亡的機率不高 不會像某個食品公司 還真的想逃 那縣長逃亡機率不高 第二個呢 他所掌握到的機證 你已經沒有串證的可能了 因為他把這個處長都收押了 為什麼處長要收押 他怕處長會串證 所以收押 那既然處長收押了 那麼楊文科交保以後表示 我對你所知道的事情 我都很了解了 然後你想要串證的機率也不大了 所以這個時候楊文科回到了縣府以後 居然有私下傳說縣長你搞定 我覺得這個對楊文科非常傷 這表示他自己在私下在很多的會議 或者在這個私下的會談的時候 一定大嘴巴講了一些 讓他的下屬誤會的話 沒問題了 沒關係搞定了 這種話不能亂說 為什麼正在偵查中 那講到說這個封印建設那個87萬 其實我覺得這個87萬這個事情辦不了楊文科 因為選舉嘛 他是正當的回捐 雖然真的蠻笨的啦 你就多捐個3萬 湊90萬會怎樣 你就一定要你付我87 我分兩批兩個月還你87 那表示這個建設就是說 沒有我只是無償提供你使用 那楊文科撥這個錢進來 只是一個幌子 只是一個幌子 但是減掉這方面要去辦不容易 但是那個52萬的現金 還有那些所謂的高檔酒店的禮券 這很麻煩 這很麻煩 我們在軍中在國防部 我們都有做過 我們會去採購一批禮券 這個禮券可能在同仁過生日的時候編號 發給他當成生日的禮金或禮物 代替禮物 那但是呢 每一個禮券 我們在發放的時候 都有登記流水號 還有領收人要簽名 每個人要簽名 我才能核銷啊 不然我這個禮券發出去不能核銷 那只有一個狀況 這個禮券是不用核銷的 就是所謂的潰贈 或者是不法的潰贈 我一次給你一本 由建商或者是由其他的人 提供給你縣長 我一次給你一本 這一本是給你縣長做人情用的 這就麻煩了 因為你縣長每一本禮券 都是由公堂採購來的 請問你這一本哪來的 你哪來的 你說我孩子送我的 那你孩子的薪水 有扣掉這筆禮券的錢嗎 我太太買給我的 你太太的收入裡面 有這筆禮券的錢扣嗎 沒有那就交代不明 又不是市府採購出來的 又不是你親人送給你的 那誰給你的 所以說這一點他很難交代 而且那個禮券 一大本一大批是誰買的 對 是哪一個人買的 哪一家公司買的 哪一個政府買的 查得到 那一個發禮券的公司一定有 他如果是這個飯店一定有 百貨公司的也一定有 說是誰來買走的 對所以那本禮券到底是誰去買回來的 都有登記 這個檢調一查就有了 都有登記 這個也逃不掉了 對因為曾經在公家機關 就有這麼一個案例 就是一本禮券 餐券 然後是由廠商統一去買 送給那個官員 讓那個官員拿來做人情 最後這個也被貪污起訴 因為廠商去跟這個 禮券發行公司採購的時候 一定有記錄嘛 我一次買這麼大一疊幾十萬 你認為沒有記錄嗎 一定有記錄 有交易記錄 這查得出來 第二個就是陽文科那52萬 大家不要認為說52萬 好像很好交代 不好交代啊 不好交代 因為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每一筆資金的來源 清清楚楚 因為每年都要財產申報嘛 你去申報沒有這筆錢 最後多了52萬 你要怎麼解釋 所以這按照一般來講 財產來源不明 不是什麼重罪 可是如果你是官員 那就不是財產來源不明 那是貪污 貪污就是重罪 所以陽文科陷入這個狀況 一個對家關係 一個不該拿的你拿了 不該出現的錢你出現了 然後你還跟人家說我搞定了 這串起來會讓檢調 有很大很大的辦案空間 是 來 邦輪我想請教 從事實面的發展 你知道專案小組在去年9月份 他們第一波在搜索 這一家建設公司 封業建設公司 去年9月份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查扣到建商 這兩年當中 他們的內帳記錄裡頭 清清楚楚有註記的 就是在這兩年的中秋節的前夕 各出帳有4萬元的餐券 總共有8萬元的餐券 那全部據說據說 現在資料裡頭 事實面是呈現 流向的縣府的官員 加上我們剛剛提到 楊文科他在尋求連任的 竹北競選總部 又向封業來承租 後來封業全數以 政治獻金的名義又來回捐 等於金流似乎是完全符合 來 你怎麼看呢 國民黨我記得國民黨 在地方的縣市首長 總共15加1對不對 15加1 現在拆量行動在進行 現在楊文科 然後包括了最近 盧秀燕不是也積極進行 所謂的招商行動嗎 來 你怎麼樣看呢 我覺得今天這個案子 到現在楊文科 他的政治生涯 遇到一個很大的困境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 剛才如同益川哥講的 你有一個核心的問題 存在是說這幾個東西單看 其實都還好還好 政治獻金你要不要登記確實 這個財產申報不明 那你要不要去把它講清楚 跟檢方講清楚 或者是包含你這個所謂的 縣長搞定 這也不是他說的 當然這是廠商自己的講法 這其實一個一個 切開來都有解釋 不好意思 當你是政治人物的時候 你就會被串起來一起講 你就會被串起來一起討論 這幾個東西有沒有連線 所以我會認為啦 今天楊文科犯了一個 第一個大錯是什麼 就是當這個風義 有所謂的相關的企業 它有天坑案發生之後 你還是跟建商保持著一定的關係 包括剛剛講的這個競選總部 跟後面的回捐 我認為如果他希望他的政治 還是繼續當完縣長之後 可能有下一步的想法 或者是希望做什麼 不好意思 這些東西他應該要自己去做好 很好的割合 因為永遠 大家都會問說 那個87萬哪裡來的 你那個50萬 就算你講得出來啦 過三年過五年之後 一樣還是會被拿出來討論 這個東西在他的政治生涯上 絕對是個污點 而且他現在要講 其實講的沒有 沒有辦法講那麼清楚 為什麼 他可以大手一揮就說 檢調還在偵辦當中啊 這個不能講啊 這個偵查不公開啊 沒有錯 因為現階段 我看到的斷點都在哪裡 就是那個公務局長 那個公務處長啊 那個公務處長 其實應該是整個案件的核心 現在檢調在辦的是說 這個是到處長為止 還是有沒有往上 為什麼 我覺得這很重要喔 因為如果只到處長為止 那就是這個公務人員 自己的行為 非常的有問題 可是如果到處長以上 包含剛剛講那個公務員 有沒有打個OK或可 不好意思 這就是政治事件 所以楊文科他在當庭的時候 有跟檢調講說 我認為我沒有問題 有問題 那我就不要保釋了 我就在裡面 當然最後結果是有保釋啦 可是我 我個人願意相信楊文科的清白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楊文科 在現場你這個過程當中 你做了很多沒有做好的事情 對你的證據來說絕對是很辛苦 來我請教這個翊川兄 因為在天柯案發生之後了 楊文科多次的受訪裡頭 都對這個建商可以說是放狠話 表示他除了一方面 我勒令停工跟財法之外 限期建商改善 但是沒有多久的 這個風益建設公司就獲准復工 所以整個崩塌事件裡頭 被認為一再重演 雙方面非常綿密的關係 在地方其實就是不斷不斷去傳 再加上員工的通話裡頭 如果真的是被掌握 縣長好像搞定了 來 翊川哥 未來的後續發展呢 因為這個風益建設 它是從台中開始的 所以那就從東勢 上次921地震的時候 一批房子倒了嘛 後來他才改名字 然後到了新竹縣來做發展 尤其竹北他就賺很多錢 就在這個地方 現在又回到台中 那這一家建設公司 在新竹縣不是只有這個案子 出過狀況嗎 他之前也出過狀況 所以對縣政府來說 剛剛講這個公務處長 公務處長應該盯上這一家 就是說你來我這裡蓋房子 老師給我出包 我當處長 老師我被罵 他一定要盯緊他嘛 那盯緊他的同時 這個案子天坑案的這個案子 當時要賠償給隔壁 帶一棟住戶的事情 還沒搞定 還沒搞定 如果你處長敢覺醒 你一定是上面有指示啊 不然如果我當處長 我一覺醒那些住戶一定來抗議 那些住戶一定找議員來問我 說你憑什麼覺醒 我們的賠償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談完 為什麼你可以讓他復工 那我們的這個生命財產怎麼辦 好 所以這一個案子 現在媒體竟然揭露了這麼多 就代表什麼 代表譬如剛那個廠商的人 講說什麼縣長怎樣 這個順序就很簡單嘛 就是一定那個處長去問了縣長 縣長說好嘛 那處長回來跟承辦的科長 或同仁講嘛 所以這個案子可以讓他走了嘛 就讓他過了 那這些包括承辦的或者是科長 就會跑去跟那個 那個建山的同仁講說 OK了 OK了 我們縣長說好了 那順序一定是這樣嘛 那如果縣長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他 我跟你講 這句話就不叫縣長 這句話叫做 我們處長說好了 我們處長已經覺醒了 東吳已經蓋出來了 你明天就收到了 居然會跑出縣長 你說那這個處長 願不願意去背這個鍋 我想這種調查是這樣 我們以前也被問過啊 問什麼呢 他就說啊 欸 局長 這種公文照道理 你會看到嗎 有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哪一種案子都科長就決了 哪一種案子會到我們的副局長 什麼案子才會到我這裡來 然後呢 調查的人員他會做什麼事 他就會開始回去找 我曾經蓋過的一對說 哦 對 只要有這種的 才會看到我的名字 如果沒有這些關鍵字的 都到副局長 到主任秘書 到科長 就決掉了 公家體系有一個 每一層覺醒到誰的那一個規定 我的副局長也有我的章啊 我們就讓甲乙章啊 都有啊 大家都有這種章啊 那覺醒到什麼 如果違反了原來新竹縣的 處長跟縣長之間覺醒的 覺醒的這個層級的話 那就一定出事嘛 就是說照道理如果過去所有的復工 所有的復工 縣長有蓋過章 那這個案子為什麼縣長沒有蓋章 那你這個處長就要解釋啊 你要跟檢調解釋說 哦 因為這個案子我覺得怎樣 所以我就蓋出去了 我沒有去問縣長 那檢調會拿其他的案子 公家機關的案子全部 叫他們交出來一看就說 沒有不對啊 我們查了30個復工的案子 你們縣長蓋了28個 然後你就這兩個是你覺得 你為什麼要這兩個你特別覺得 不往上送 你就要講理哦 那你講不出理哦 收押就這樣 收押漸漸的處長變成 是一個關鍵的同時 我們頭部也在 其實昨天晚上開始陸陸續續 那麼也邀請了楊文柯或楊文柯 你可以派出你的代表 或是封業建設公司代表 來上這個小君超音PLUS的節目 因為我們知道 在媒體所掌握的資訊裡頭 可能會有落差 但是但是 但是不要說 偵辦當中很多沒有辦法公開說明 其實還是要的 因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諺宇 你知道他 這一次出包連點的封業建設公司 有一個大家值得注意 他的創辦人叫做劉樹居 在中台灣赫赫有名哦 為什麼說赫赫有名呢 因為他有一個叫做豪龍建設的老闆呢 他蓋的東式王朝大樓 在921大地震時倒塌了 被查出那個時候呢 被查出什麼偷工減料 導致呢 有28人不幸往生被判刑了三年 他出獄之後呢 轉戰到新竹 而成立的封業建設公司 靠著大量的列地投資 而且呢被認為已經是成功成為百億富翁了 來依你在國會助理有8年的時間來看這個案子 電影看到了什麼 第一個剛剛像翼川哥講的一樣 就是 他就是一個有問題的建商 你今天是一個縣府 你今天是一個市府 你今天建商要來投案 你應該去好好審視這個建商 他背後他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不管他有沒有改名字嘛 人是不會變的啊 一定查得到的啊 那是不是中間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剛剛提到說 楊文科縣長他可能被收出了 有錢 有禮券 有等等之類的 這東西在我們國會 至少在我收過的訓練裡面 我們是不敢發生的 誰 我們有過生日 然後一定會有聯絡人啊 一定會有部會 會祝你生日快樂 會想送蛋糕 會想幹嘛 不收 不能收 我怎麼知道裡面有放什麼 我如果今天 像剛剛余將軍所說的 財產來源不明罪 那個也會在我們身上啊 雖然我們不是公務人員 可是我們是立法院請的啊 我們不是立委本身請 我們是立法院請的 所以我們是辦公務人員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不能拿的就不要拿 這個不是從小到大 都這樣教小孩嗎 那這樣我們要怎麼教小孩 另外剛剛余將軍提到說 楊文科縣長不逃亡的機率 應該是比較高一點 但剛剛我們做了一下功課 你持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他可能跑掉 2019年9月米塔颱風的時候 楊文科帶團去義大利考察 放假考察 新竹縣放假人不見了 2023年3月新竹全中運 網球場地造成選手受傷 這大家都記得 楊文科縣長說下午就在臉書說 我們要出國 可是再回頭去查你 3月7號到3月14號 你有要國外考察 你只是臨時喊咖而已 你全中運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然後你原本有排 你不要跟我講說 沒有那個是之後排的 縣長 部會首長要出國 那些東西是早就排好的 你不要騙我們不知道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2023年4月27號清竹天坑 就是現在這件事情 隔天 楊文科帶團去日本考察 人又不見了 2023年6月24號 大家應該還記得嗎 新竹瓦斯氣爆 6月20號之後 楊文科就沒公開行程 縣府說他出國了 他這麼多出國的行程 1234 隨隨隨便便就找到四種 去年 那這不能說人家落跑啦 我不能說人家落跑 但是剛好都在關鍵時刻 找不到人 他很喜歡出國啦 喜歡出國看看別人做怎麼樣吧 是 去年 新竹縣議員其實就有爆料了 氣爆到現在9個月沒有處理 公務處長家裡面也收出現金 橋樑檢測也有弊案 歐陽廷議員去年質詢的時候也說了 風衣建設確實左手進右手出嘛 風衣建設怎麼弄的 他就靠底下的子公司啊 我一毛不差的回給你了 就像剛剛余將軍所說的一樣啊 你很多方法可以用 你偏偏選了一個看起來最奇怪的方法 你跟我講說他沒有問題 是 確實檢調現在有在查沒有錯 可是你說他有沒有問題 我們大家自己心裡面都知道了 好 觀眾朋友跟您分享 快山坊精油 扮著熱愛台灣的精神 他們有效運用 製作高級檜木家具剩餘的角料 所提煉台灣味道的原生檜木精油 他開發天然檜木精油為主 這種香氛沐浴精品 也獲得國家品質認同 過去曾經獲選為 台北市政府跟外交部 國慶貴賓贈禮 小軍專屬優惠碼 GRACE PLUS 90 快山坊全館優惠 一直到3月31號支持快山坊 跟你共同來分享